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,马来西亚奶爸要回去了,暖暖个小吃货还在那吃损损呢,为了暖暖有更大的热度,过得更好。 奶爸带着生意和意义为暖暖应援,真的是父母之爱子,则为之计之深远,在这离别之际。 两位马来奶爸一直在陪着暖暖,想要把暖暖的样子刻在自己的心里,因为这一别,下一次再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 以奶爸微薄的工资来一趟中国真的很难,这一次还是要特别感谢背后支持奶爸的人,让马来奶爸们圆了自己看暖暖一一生意的心愿。 奶爸在和暖暖告别了,奶爸说,暖暖,我们要走了,你要好好吃饭,好好睡觉,你的马来西亚奶爸们永远爱你。 暖暖像是听懂了一样来到奶爸面前,又不舍得走开了,像是生气了,暖暖不舍得奶爸离开,暖暖气得去吃竹子了,也不离奶爸们了。 直至暖暖下班之际,奶爸们和暖暖做了告别,奶爸们真的要返程了,离别总是猝不及防。 这一次的离别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重逢,暖暖,马来奶爸一定会再来看你的。